这个外婆不简单 晚上偷偷地看着女儿和女婿在房间里亲着 脸上对时露出了羡慕极度恨 这个奇葩外婆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竟然能干出如此不知廉耻之事 这部电影是你2023年最不能错过的超级恐怖大片 它已经上映就直接登顶墨西哥票房冠决 稍不留神就打破了当地的票房记录 屏幕前的朋友们赶紧来你的大冤中一起来观看吧 故事开始小女孩小美罹患一种神秘疾病 一到深更半夜就会不停地抽搐 暗与新界的父亲跑遍所有顶尖医院 可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是 无药可就回家准备后事 母亲准备带她到乡下的外婆家 尝试一下当地流传已久的驱邪仪式 很快他们就驱车来到外婆家 见到两位可爱的外孙女 老人十分的高兴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老人看到高大威猛的女婿是反而更高兴 外婆古怪的行为让大外孙女大美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别看外婆住的房屋富丽堂皇 里面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真实或酒键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美睡不着觉非要让女佣讲故事 女佣也经受不住姐妹俩苦苦哀求 随即讲起了当地一个恐怖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对三胞胎姐妹 每当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有一只可怕的恶魔吸食年轻鱼还血液 他们通过吸食血液永保青春 由于老三长时间被恶魔吸食 导致其身体十分虚弱 为了拯救老三 梁姐姐找到了女法师 双方达成协议 法师教给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召唤八卡的方法 现在也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解救老三呢 祭祀仪式结束后成功诞生了一个八卡 这个外貌极其丑陋的小东西成功让老三恢复了健康 原以为一切本该结束 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之后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天 梁姐妹为了感谢女法师就妹妹一命 二人前去表达协议 法师大发善心欲受二人为徒 其中一个女孩禁不住诱惑败入法师门下 另外一个则选择决定离开这一切 某天 当女孩在房间里打扫卫生时 却意外在法师房间中发现了妹妹的死带 原来女法师就是那个让自己妹妹生病的恶魔 为了替妹妹爆出 梁姐姐商量着怎么杀死恶魔 他们找到了恶魔女巫吞去的皮囊 然后将盐巴倒入皮囊当中 当不明情况的恶魔女巫回到家中穿上皮囊时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女巫从内向外被烧得渣都不剩 可这还没完由于两人召唤了巴卡治好了妹妹的病 作为交换巴卡夺走了他们母亲的生命 妹妹老三得知这一消息后 拿起砍刀将巴卡剁成稀巴烂 她也因巴卡的死去而再次病倒 而由于母亲的死去则使他们反目成仇老四不相往来 小美听得是津津又未 母亲则上前阻止女佣不要在孩子面前讲这些恐怖故事 教训完女佣回到卧室和老公正在亲热室 门外的外婆一脸猥琐地看着女儿女婿在打炮 第二天父母将女儿留在外婆家里 自己则前去寻找治愈小美疾病的方法 小美殊不知父母这么一走 自己得到梦就要开始了 深夜由于过度劳累 大美便来到厨房寻找食物 却发现咖喱汤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为了一探究竟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 可没想到捞出的竟是传闻中的邪物 巴卡大美被吓坏了连忙返回了楼上 准备将一切告知给外婆 却不料外婆的房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桌上摆满了祭祀品 并且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南瓜 将其打开后里面竟真的有一副皮囊 大美一转头外婆却不见了踪影 大美一下子被吓醒了 正当她庆幸这是梦境时 旁边传来了咀嚼声 一眼望去竟然有只女巫正在疯狂啃吸小美的血液 这把大美吓得不轻 女巫并没有搭雷大美 她上天花板顺着窗户逃跑了 此时小美的疾病又开始发作了 危急时刻 大美再次从床上醒了过来 回想起昨晚的梦境大美便惊慌不已 为了给父母打电话求助 她来到了阁楼之上寻找信号 在这里她发现了一本古老的乡册 阴魂不散的外婆发现了大美 外婆声称为经她的允许不准进入阁楼 为了惩罚大美 外婆直接摔了她的手机 晚上睡觉时气愤的大美拿来了那本乡册 和妹妹一起翻阅了起来 发现妈妈祖孙三人的合照 不得不说外婆和妈妈长的真相 不知不觉二人进入了梦乡 不久大美又被异常的声响惊醒 顺眼望去只见外婆满嘴鲜血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外婆一个施法让大美一下子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后的大美迅速查看妹妹的小脚 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梦不是假的 二话不说带着妹妹就往森林内部跑去 却不成想妹妹又开始犯病 幸好外婆及时出现暂时救下了妹妹的性命 回到家后外婆一巴掌打在大美的脸上 大声向外婆嚷道你就是吸血女物 外婆一气之下将她关在了地下室 她被关在这个阴森潮湿的地下室整整一夜 第二天裹着纱布的外婆就将她放了出来 出门后她又意外发现男佣命丧有泳池 大美质问外婆 外婆却将这一切全部怪在她的身上 直言就是因为她让男佣清扫泳池 这才导致意外的发生 大美深知这一切都是外婆搞的鬼 可她却完全没有办法 为了夜长梦多外婆又将她关进了地下室 幸亏大美找到一把铁锹才将地下室的门走开 二话不说跑到妹妹的房间 准备带着妹妹离开这里 随即拿起葬在床底的剪刀 此时的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对着外婆发起了攻击 一剪刀刺进了外婆的大腿 再一闷棍将外婆干倒在地 随后便带着妹妹开始了逃亡 在森林中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人在那跳舞 本打算向这些人求救 没成想大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因为站在篝火旁跳舞的女子正是外婆家的女佣 只见这个女佣拿起尖刀对着自己脖子抹了下去 大美被吓得赶紧带着妹妹逃离了这里 可是每走多远妹妹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不论大美如何呼喊 妹妹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 摸过多久妹妹突然苏醒了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她拉着妹妹穿过了森林来到马路边 姐妹俩体力不知直接晕倒在路上 正好碰到了准备回家的父母 可不知情的他们立即决定返回外婆的老寨 等到大美再次醒来时 映入眼前是裹着纱布的外婆 只见外婆用手在她面前晃了一下 她的眼睛就闭了起来 明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但眼睛就是睁不开 父亲已经察觉出这里情况有些异常 准备带着家人离开这里 就在母亲将小美送上车时 发现她脚上的咬痕 似乎发现什么秘密 随即又折返回老寨 随着母亲来到外婆的房间 外婆从背后偷袭了她 随后外婆把缠在脸上的 纱布一层一层撕了下来 露出了全新的脸庞 换上大美母亲的衣服 涂上鲜艳的口红 现在的她简直和大美的母亲一母一样 与此同时大美也发现照片上的秘密 只见照片中的三个人 年轻时长得一母一样 顿时恍然大悟 这个不就是女佣之前和自己讲的故事吗 原来她们是传说中的三胞胎 当大美看见假母亲的那一刻 一时间难以分辨真假 假母亲立马告诉她 外婆会在几周后去到我们家中做客 一想到这里 大美顿时火冒三丈来到外婆的房间 为了能保护家人的安全 她举起剪刀插向了床上的女人 随后她又拿出盐巴撒在假外婆的身上 没过一会儿就化为了灰烬 而此时假扮母亲的姨妈一回到车上 就忍不住和大美的父亲玩了起来 另一边大美也稍微洗漱一下换了身袭衣服 刚准备上车时假母亲将她头上的血迹擦掉 她知道大美已经杀死了她自己的母亲 就这样几人回到城里 通过医生的检查得知小美已经完全康复了 一家人开心极了 深夜大美来了大姨妈 当她把床单放进洗衣机时 听到了远处有异响 一眼望去发现角落处有一个木箱 打开一看里面有只邪恶的巴卡 大美被吓得不小心打翻了木箱 就在这时女巫从天而降一把抱住了她 女巫不停地在大美的耳边念叨着什么 直到女巫的声音发生转变 原来这个女巫是外婆 大美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刚才杀死的假外婆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故事到这儿也真相大白了 原来外婆和母亲就是传说中双胞胎中那对姐妹 母亲当年跟着女巫一起修炼魔法 难怪时至今日还青春涌重 女儿小美婚迷在森林中突然苏醒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母亲在篝火旁不断的做法 拖鸟蛋最终破开 一只小巴卡诞生了 她亲了一口小巴卡女儿小美这才一下子苏醒了过来 而母亲的妹妹则没有修炼魔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老宅周围总有孩子因病夭折 这也说明她也修炼了黑暗魔法 这才让她至今没有死亡 但是由于孩子数量有限 只能维持生命不受危险并不能返劳还通 这次母亲返向救女儿郑中她的下坏 这就发生了影片当中的情节 而母亲的妹妹为什么要吸小美的血呢 这是女魔法师的诅咒 三胞胎姐妹互相残杀 她们以别人的鲜血为师 结果却相继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 待到她们的子女长大成人 也同样无法避免命运的降临